腰痛的成因 腰痛的成因主要主要處於兩件事 一個是非創傷性的情況 另一個是創傷性的情況 非創傷性就例如你坐了久 睡醒覺出現的腰痛 創傷性就例如跌傷 運動受傷 或抽重東西拉傷 這叫創傷性 都會影響肌肉關節 和骨骨之間的椎間盤 做的人躺平 單腳抱在胸口 盡量貼近 上身放鬆 只需要感覺到 臀部和腰部有少少拉斜 這樣就夠了 這個單腳抱膝的動作 抱在胸口之下 鋪著5秒鐘 兩邊輪流做 割著它大概10下 做的人躺平 做的人躺平 腳交叉搭過來 感覺上腰部有拉斜的作用 保持它5秒鐘 同一個時間 頭部要向相反方向望 拉腰部外側的肌肉 在這間層的作用 還要說 進行 摩托 這個 缺